区公所人员将防疫物资逐一装进纸箱 在双北早于5月就陆续停发防疫关怀包时 金融市政府为了协助确诊民众 仍延长发放三个半月防疫关怀包 不过在疫情趋缓加上防疫管制措施调整后 防疫关怀包已经完成阶段性任务 金融市长刘昌一旨宣布 金融市居家照护关怀包从8月27号起停止发放 包括我们相关中央的管制的措施 民众出入的这个旗程的一个管制 都已经有了大幅的一个调整跟改变 那民众要取得这个物资 取得口罩或者取得快晒试剂 现在也变得非常的方便 而且没有问题 所以我们经过评估跟思考 因为双北已经早在5月份都已经停发了 那我们金融的防疫关怀包 也即将在8月27号起工程升退 虽然金融市防疫关怀包停止发放 不过在8月27号前确诊的民众 能够委托家人到区公所领取 8月27号之后确诊的民众 如果有需要也可以委托家人 到卫生所领取血氧机及快晒试剂 那如果你是在8月27号之前确诊的民众的话 那你没有拿到这个我们李干事 发送到家户的关怀包的话 你可以到区公所来继续领取 那如果你是在8月27号之后确诊的民众 那我们关怀包就没有再发送了 不过血氧机还有快晒试剂 有需要的民众 还是可以请亲朋好友 来协助到卫生所来领取 根据统计到8月19号为止 金融市政府 共发送了36,127个居家照护关怀包 牛昌强调确诊民众 如果在家居隔期间 有相关物资需求 但是没有亲友人带为领取 仍可以电洽区公所或社会处 金融市政府方面都会提供协助 记者张启腾金融报导